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发现左腿有一点肿 以为是劳累所致 并没有太在意 从西藏自驾游归来 一回到家 她就感觉左腿胀痛得厉害 眼看儿子的婚期将近 担心到时候无法去外地参加婚礼 于是赶紧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 8月2日 78岁老人郑奇英和家人从广东深圳 来四川青城山消暑旅游 住在青城山镇茶坪社区一家酒店 8月2日上午 儿媳和孩子在楼上收拾行李时 郑奇英坐在楼下院内沙发上休息 可行李收拾完后 老人就不见了踪影 监控录像显示 老人于上午九时许 走出酒店大门 事发后 家人已经报警 还查了手机的定位 也使用了无人机搜寻 但仍未找到老人 5日下午 家人还一起在附近山上搜寻 那座山很高 路也很难走 大家之前都认为 老人不可能进去 他们上午进山搜索时发现 快到山顶时 发现有草木被压过 青苔被踩过的痕迹 接着发现老人 就躺在牙下一米多深的一块地上 身上多处受伤 不过婆婆当时还有意识 说救她的时候 她还听得见 目前婆婆在医院治疗 生命体征平稳 后续还要进行一些检查 杨女士也特别感谢了现场搜救人员 直言他们这几天很辛苦 一直在帮助他们 家人都很感激 很多老人辛苦了大半辈子 就等着退休后 可以去旅游 为自己的晚年增添一些趣味 但是陈爹爹和郑奶 经历了这件事后 都劝阻自己身边的老朋友 想要出去旅游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有三个原因很现实 一 身体健康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机能会下降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长时间的旅游 会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造成一定的压力 尤其是长途旅行 和高强度的旅游活动 如爬山 徒步 滑雪等 这些活动可能会导致 老年人的身体疲劳 肌肉酸痛 关节疼痛 等不是症状 甚至引起严重的身体损伤 如骨折 颈椎病等 二 安全问题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下降 反应速度也会变慢 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问题 在旅游过程中 老年人可能会面临一些危险 如交通事故 食物中毒 意外伤害等 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下 老年人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此外 老年人还容易感染一些疾病 如感冒 肺炎等 这些疾病 可能会在旅游过程中 传染给他人 造成一定的危害 三 经济问题 旅游是一项需要花费 大量金钱的活动 而老年人的经济能力 可能会受到限制 在旅游过程中 老年人可能需要支付一些额外的费用 如医疗费用 保险费用等 此外 老年人 还需要购买一些特殊的药物和器材 以便在旅游过程中 保持身体健康 这些额外的费用 可能会给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带来一定的压力 但是老人每天闷在家也不行 出去走走 也是对身体心理健康有益的 因此 在这里我再提醒大家 要是想出去玩 这几个地方千万别靠近 一 少去人多的地方 有些老年人 经常去人多的地方 哪里人多就去哪里 往往人越多的地方 越会加大传染流行性感冒的概率 老年人抵抗力 本来就比年轻人低 在更容易被传染的 与此同时 更难以康复 我的同学家附近有一个老人 原本体弱多病 偏偏爱去凑热闹 到后来 不仅这个老人 频繁感染流行性感冒 而且这个老人 还把流行性感冒传给了家人 简直是损人 不利己 少生病就是长寿的节奏 远离复杂的环境 尽可能去人不多不少的地方 身体少受病毒的摧残 自然而然就会加大长寿的概率 二 少去应酬的地方 退休后要精简应酬 应酬能少去就少去 不必要的应酬 要一律回绝 倘若频繁参加应酬 既会少不了胡吃海喝 又会少不了暴饮暴食 还需要趋一逢迎 既少了洒脱 又少了歉意 我的同事今年七十多了 对待应酬是来者不惧 即使没有别人邀请 他也会随便找一个理由组局 后来他的身体变得大不如从前 估计跟常年累月频繁应酬息息相关 毕竟频繁应酬 会干扰正常的作息 以及规律的饮食 人的年纪越大 越要在应酬方面化繁为减 争取省出更多的时间 陪伴家里人 多吃家常菜 应该运动的时候就运动 还能够确保规律的作息 三 少去很远的地方 老年人远没有年轻的时候 腿脚方便 外家没有年轻的时候 适应能力强 因此即使是旅游 也要少去很远的地方 能够看得见的是导时差 除此以外 还有多种多样的方面需要调整 距离我家不远 有一户人家 家里有一个大爷 已经在当地生活了数十年 然而他的女儿去美国定居了 让他去美国旅游 结果等他去了 既感觉水土不服 又感觉人生地不熟 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 等到身体出现症状 他的女儿才意识到严重性 待到把他送回来 没几天就恢复如初 上了年纪 更需要少让家里人担心 能不去过远的地方旅游 就不要去过远的地方旅游 长期待在熟悉且适应的环境 更有利于身心 万一出现意外 亲朋好友更容易照应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您的每一个留言 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 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好 可是 你 我不简 我不 prototyp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